见到民警汤某委屈地说 医院的工作人员欺负他 但医院的保安队长表示 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医院的监控显示 当天中午12点左右 汤某小跑着进了眼科医生的办公室 这个女子当天带着小孩子看病 因为在网上预约到耗子 但是因为超时了 所以说没有取到耗子 那么他就要求当时的医生 给他加个耗子 但是因为医院有规定 超时的话是不能够再重新 给他插队去取耗的 那么后来这个女子就在 医生的办公室大吵大闹 并且冲进医生办公室 把这个医生赶出了办公室 并把门反锁上了 不开门在里边发火 不开门以后我叫医生 要是打开门以后我们进去了 进去我们看到很激动 我们就跟他好好说有什么情况 我们护士长跟着就过来了 为什么情况你跟我们领导讲 他说叫你们院长来 叫你们领导来 你跟我说没有呢 保安队长说 开门进入办公室后 汤某情绪仍然很激动 抬手就打了他两巴掌 然后汤某又冲出办公室 铺向了护士长 拉住对方的头发 因为护士长在旁边用手机 拍那个录像去证 那么他想要去夺这个手机 后来就冲上去 铺打这个护士长 并且把他头发给扯下来了 随后汤某被带回派出所 汤某说得知不能加号后 一时没控制好情绪 就做出了冲动的行为 医院是有规定的 那么网上预约的号子 你到即时的取号 才能够进行就诊 那如果你过号的话 按照医院规定 要么你重新取号 要么呢就是 如果当天上午就诊的 患者不多的话 医生可以给他 重新加一个号子 但是因为当天的 就诊的患者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给他加号的 如果举个号下午 应该也能看什么 下午的号子 可能已经没有了 汤某因为扰乱单位秩序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5天 1818红金一人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了